一大清早 愁迷鳥叫 由著東海岸波浪大道支撐的金剛大道 彼之道路上 一邊通往清澈湛藍的太平洋 另一邊則是壯瘦的金剛山 在山勢地形與天光雲影 巧妙作用下 就像一隻大星星矗立在山頭 金剛山映而得名 也成為長光社區重要地標 雖然在三月初冬天尾聲 一大片稻田才戰藥萌芽 之前山頭雲色 讓金剛玩起躲貓貓 沒有真正看到它的真實樣貌 但五月份這裡將會變得晴朗 稻田也會閃耀金黃 而稻石長冰金剛雙浪馬拉松 也即將登場 沒有擁擠人潮 沒有賣小吃的攤販 保留台東最純樸的樣貌 今天就實際帶大家體驗一下 弓箭部拉近活動筋骨 跟著教練指導 暖好山 坐好草 接下來就是準備起跑 道路兩旁提田景觀 隨著季節變化 映入野蓮的風景 姿態各自美麗 一旁發呆亭 一抹清涼海風 日光雲映 人生積極 多麼親近 這個長冰馬拉松最主要還是 在大自然裡面跑步的感受 跟在城市那種氛圍 就是一個是覺得 有點時尚 有點在很多人之中 展現自己 可是我覺得在自然中 覺得我覺得是在發現自己 原來我在跟這個自然相處中可以 去感受到我很內心深處沒有發現過 我覺得這種寧靜感 然後這種愉悅不是因為很多人 是因為有很多很好的環境 然後美麗的山景 還有新鮮的空氣 這實在我覺得在都市有點難 今年長冰雙浪金剛馬拉松 將在5月7號鳴槍起跑 不只沿途經過金剛大道 另外還有八仙洞 港口部落 新長紅橋等殖民地標 賽制包括全馬 半馬 以及7.5公里冷火組 3月初開放報名 就已經吸引超過千位跑者 要來共襄勝舉 朱聯市這次參賽里非常特別 東莞處集合在地業者 將會送上肥魚乾 以及白蝸牛面膜當作伴手禮 說到蝸牛 相信不少觀眾朋友 會有點疑惑 沒錯 屬於變溫動物的蝸牛 溫差劇烈 容易死亡 但即使是寒冬 長冰溫差也不過6到8度 說白蝸蝸牛是長冰大地的馈赠 也不為過 和一般蝸牛很不一樣 牠們都吃自家載送的 新鮮青木瓜和南瓜長大 培育區分為種羅區 小瓜區 全長羅區 以及商品國區 經過細心照顧 每隻白蝸蝸牛都長得白嫩又肥美 而旅客來到農場 不只可以參加田間導覽 近距離接觸白玉蝸牛 還能發揮賞掃力 把立體瓜殼當成畫質 盡情彩繪 更特別的是 農場還提供兩道 獨家白玉蝸牛料理 牠其實很不像 蝸牛啦我覺得 像舌頭 牠猜得怎麼樣 很像 很像吃舌頭 牠什麼味道 牠其實本身沒有味道 牠就是調味的味道 我覺得牠黏黏 因為牠這個是 沙拉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也分不出來 牠本身黏液還是醬 對啊 所以沒有想像中這麼可怕 你要不要試試看 有著路上鮑魚美車 實際嘗起來口感Q脆 味道鮮美 是一種高蛋白 低脂肪 而蛋固醇含量 幾乎為零的食物 還有多種維生素和寬物質 如果說鮑魚營養價值高 鮑魚蝸牛其實也不慌多讓 參加完長冰馬拉松 還能運動減旅遊 遠離城市喧囂 放風減憂 而且在五月之後 六月十一號 小谷蘭西 反周鐵人三項競賽 也將接力登場 觀眾朋友在疫情解封之時 不妨來東台灣走走 感受不一樣的漫遊生活